好 今天有讀書但我們不聊書 我們來聊這個昨天晚上的大事叫Pelosi 真的來台灣了 我跟Ken整個傻眼 我們兩個非常丟臉 因為我們的聽眾一定知道 我們在Instagram上面 還是當天下午就昨天下午 我們還在那邊猜說 應該不會來了吧 She's gonna chicken out 因為中國的 你知道威脅 讓大家覺得 他應該一時有到就好 假裝要來然後找個理由不來 這樣大家都有面子 對對對 我們原本以為這樣 我們錯了 對 我以為他會留點後路給大家走 殊不知他直接一巴掌把中國的臉打下去 我覺得我們好丟臉 我們一點判斷力都沒有 那一巴掌也打到我們的臉 對 我們真的猜錯了 猜錯了 但其實我昨天蠻高興的 喔 怎麼樣的開心 其實不一定是他來不來我高不高興 而是 因為敏迪 他去 看飛機直播 對對對 他去一個跟送戰機場很近的地方 然後去直播 然後我們原本也想去對不對 其實原本我 我跟凱莉說 欸 晚上要不要去機場 然後後來敏迪說 欸 我也要去機場直播 然後 你就說你不想去了 對 看到敏迪這樣講 我就說 Fuck it 結果後來 我們 我就說 欸 大家都在hiat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去hiat 其實我們原本覺得很累 想要休息了 對啊 我看到統促黨 在那邊 人很多對不對 對 我就看到推特上面 就開始有些統促黨的那些影片啊 然後照片出來 他們就會拿什麼 什麼禁止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我完全被那一個布條打到抓起來 我想說 Fuck 好像屁事 我會覺得 I'm gonna go see what they're doing 對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去發現 哇靠 現場 太熱鬧了吧 超熱鬧 感覺是耶 超級熱鬧 然後 Ken就非常 我覺得很強耶 他就還說 走走走我們去街坊 我原本想說 去拍拍現動就好 其實 那時候 我人在外面運動 對 因為你穿的超像一個 要去買菜的 阿伯 對 我就是 大家後面在新聞上 可能有看到我跟凱莉 在對CAMERA揮手的那些影片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真的 我人真的就是在爐洲 然後在外面散步 沒有戴著口罩的散步 你在測試做社會實驗 超阿伯 然後 然後我已經 我就在幾步嘛 我的 我 我其實那時候還差個兩千步 說Fuck 我一定要走完 然後凱莉那時候就打來說 欸 Let's go 沒有 我思緒你 我說欸 同處黨在海亞前面 然後陣仗很大耶 然後我們就開始約啊 然後你就打電話來說 Let's go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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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還在想說 靠我現在離 離家裡很遠 因為我真的離 你走很遠 我走回去 我已經離家三千步了嘛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打給Ivy 然後Ivy說 OK啊 我載你 然後說Ivy昨天晚上載我去海亞 所以 It's really cool 然後我現場看到 我看到非常多的外媒 我其實真的有傻眼 我們真的完全誤判形勢 就是情勢耶 我原本以為 大家 就小貓了三隻 就是大家不會這麼關心 她一定會來或一定不會來 It's kinda cool that she does come but that's it 對 結果到現場我想 哇沒有耶 然後越到越晚 人就越來越多 很多年輕人就出現 那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大家受不了 統促黨在那邊靠北 我覺得是耶 至少我們是這樣啦 原本我們也想要直播 可是後來就覺得說 Fuck 直播的話沒有辦法 capture the essence of what we're trying to do 所以我們就乾脆直接接放 不對 我覺得為什麼我們沒有直播 因為我們覺得 我有看到視察貿易直播 所以我覺得直播的 已經有人在做了 然後我們其實應該是想要打 我們自己以為啦 我們想要讓更多 講英文的受眾 可以看到一些 台灣人民不同的聲音 跟現在的狀況 那直播做不到 因為直播一定就是我們自己 就台灣人自己看 台灣人自己看 而且台灣同溫層自己看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 對啊 謝謝Ken昨天熬夜 剪出來還上字幕 你看他現在黑眼圈 都要掉到鼻子了 所以一開始就是 想說讓人講英文嘛 因為我們就 開場的時候都講英文 然後後來沒辦法 在訪問台灣人的時候 都要講中文 然後說Fuck 上字幕上字幕 同步翻 同步翻 然後講台語的地方也要翻 其實台語那段 阿伯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其實找了很多人 我們盡量誰都找 這個同書黨也找 張艾樂我們訪不到 同書黨我們也找發言人嘛 然後我們有找一些年輕人 看起來無所事事的學生 然後外國人 我們想辦法找 然後老人想辦法找 對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用台語講說 什麼共產黨 就是從小 他什麼八歲 從九歲 九歲 開始威脅 恐嚇他 恐嚇到他現在八十六歲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現場聽不懂 我們卻老實說 我覺得他看起來 很激動 然後我想 OK 他必須在說什麼 沒有 那時候 我知道凱莉聽不懂 可是我一直聽到凱莉在講 對 對 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說 我說 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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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丟丟丟 倒下 對 然後笑說 OK 我不知道講什麼 不是他蠻酷的 我真的很喜歡 他一開始就講說 Pelosi來是為了正義 我聽到正義就 那是很酷 對 對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可是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 因為我在今天 趕快剪完 就趕快做首播丟出去了 打鐵撐著 那 我很開心 大家大部分的留言 都是蠻正面的 可是有幾個 我看了 我很想要回應 那我乾脆先回應 哪一個 你有走心哪一個 因為 可能昨天有人在現場 有看到我跟凱莉 在訪問吧 那有人就說 我希望那個凱莉 跟Ken 那統促黨的人 有用到那個八角龍力道啊 什麼的 啊什麼 我就覺得 Why 那邊 你如果在現場 你會知道旁邊 全部都黑道 至少超過十個 至少 超過十個 你們知道 我們去是會有一點緊張的嗎 超多黑道 是超多黑道 我原本還自以為很有趣 因為我之前去那個AIT 就是做過好幾次演講 然後送我很多那種 什麼口罩啊什麼的 我還有戴個AIT的口罩 是可愛版的 然後凱莉把它拿下來 我把它拿下來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想要聽他 到底要講什麼的話 我戴那個口罩沒有效果 再來就是我們怕被打 對啊 It's dangerous man 這第一線很恐怖欸 對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在街坊的時候 超多奇怪的人 在附近 對 然後一直拍照 然後一直看我們 然後在拍照 我不知道他是就是 警察 路人還是收證 路人或者是 或共匪 什麼都有可能 We don't know 超多奇怪的人 對我跟你說街坊 我很難想像 但是蛇變街坊 我覺得他會直接躲圓圓 因為他超怕死 對吧 因為真的 結果說真的有點恐怖 真的在那邊 可是我昨天沒有覺得 我沒有覺得不安全 但我覺得 不要太白目 不要做太白目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 我們做白目的事情 我們都是講英文 對 你知道中間 而且昨天很有趣 就是中間很多警察 因為也怕兩邊衝突 然後一邊就是統促黨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一些 路人年輕人 還有這個激進 還有那個劉士傑 對他們就是講一些就是 不管是主張台獨 或是覺得歡迎佩洛西之類的 就蠻多元的聲音 然後站在中間 受到媒體層層包圍的 還有很多外媒去圍的人 叫做張安樂 白狼 我傻眼欸 我必須說 我一開始不知道是誰 然後看著說 白狼在中間 我說是喔 我超怒的 我說幹 為什麼外媒一直在採訪白狼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因為他會講英文 他在國外待過嘛 對不對 對他那時候 你查英文報導 跟當初的江南愛有些關係嘛 對 只是 為什麼 為什麼他 是外媒們關注的焦點 這點讓我蠻怒的 你就是很不 你很怕 我最怕的就是 外媒 就把他當成台灣的聲音 這一點是我沒有辦法認 沒有辦法接受的 I know 你那時候內心應該有害怕這件事吧 我覺得 還是你覺得外媒有這個sense 因為我覺得外媒沒有這個sense 你知道 我知道其實 因為外媒一定會想要 找兩邊的聲音 我覺得外媒一定會想要找 就是 pro-China的聲音 因為他們一定會想要 你知道 自以為中立嘛 對他們都需要平衡嘛 OK 那是他們的包袱 你明白 但我覺得 大家不知道的是 這個人就是個大黑道 然後他可以在台灣 橫行無阻 然後做他的political agenda 然後拿 拿中國錢在幹那種 然後在那邊一副 沒有我只是愛台灣 所以我用我的方式發聲 然後大家都不用指出 他的黑道背景 超垃圾 這個讓我覺得非常的受不了 對 然後我們 好 然後我們也有訪問這個 這個統促黨的發言人嘛 對不對 他還好 他就是把他的論述講出來 所以我不認同 不認同 可是他口條很好 真的 但我很不認同 可是因為我們訪問的人裡面 他真的是口條最好的 因為他發言人嘛 oh yeah 可是我很受不了 他一直在那邊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 我聽了就很刺了 好 我認同 如果你要講說 不要打仗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對中共就是很乖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有和平之類的 這種論述 我覺得ok fine 可是他一直說 台灣就是中國 他一直強調台灣地區 因為對我來說 你一直強調台灣地區 聽起來就是你為了要讓 中共那邊覺得你政治正確 沒有 他直接就說台灣是中國的 當然 他直接說台灣是中國 那你覺得台灣是中國 並不代表你要一直在那邊地區地區 台灣就是台灣啊 還是你要一直 I don't understand 因為這樣講好像就是很刻意 就是故意 好像不這樣講話 你就會怕主子是不是會覺得你不夠忠誠 我現場就會覺得很不爽 不過你表現得很專業啦 我怕被打 因為怕被打 因為大家每個留言說 凱莉表現得非常專業 你說no you don't understand 我很怕被打 我很怕被打 而且旁邊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我們是誰 對 所以旁邊的人在跟他搖耳朵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說要跟你說 這女的小雜貨 我要跑了嗎 我不知道他們在咬我什麼耳朵 其實是蠻緊張的 好不過這個 統促黨的發言人他有講一段話 是說那個 上海公報嗎 就是公報 他說三大公報 裡面呢 就已經講 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的了 我就說有嗎 沒有吧 他們只有說one China principal 一中原則 其實他們是有提到 但是他們是講得很模糊 剛剛講的三大公報是指第一次的1972年的上海公報 那裡面是有講到美國是認知到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然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美國對於這個立場是沒有提出意義 好兼詐喔 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那誰是中國人 他用Chinese 對他用Chinese 那我不是啊 對啊 那如果都沒有人覺得他們是Chinese的話 這個公報不就作廢了嗎 對啊 聽起來是這樣子啊 欸 你是嗎 公報聽起來很容易作廢欸 他們是不屬製品而已 對啊 公報超容易作廢的欸 就是說他不提出意義 但並不代表他認同或不認同 對 但他沒有意見 對 那所以 所以 所以這樣做 這就是 外交故意打模糊仗 讓大家可以各自拿我喜歡講的 然後去做文章 好吧 那就沒什麼要討論啊 而且這麼久以前的事情 I don't fucking care 好吧 好 好 好那 不過Pelosi來的時候 好像中國也 也大家都在討論 來 微博上面是不是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對 昨天微博還一路 就整個大當機 真的假的 沒有跟你說 就是小粉紅 就是戰狼小粉紅們 跟我們一樣被打臉啦 他們痛啦 我們痛 我們覺得丟臉 可是我們有去參加當party 他們丟臉 可是他們什麼都不能做 他們還不能上街 對 他們很傻眼 就是 因為昨天也有很 就是 我昨天有看到 那個在微博上有一條訊息是 那個 VPN廠商 轉爆了 真的還假的 因為 大家翻牆出去 看那個裴洛西 就是 登錄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 對啊 我要查一下 而且昨天那個 Flight Tracker 那個網站也整個大當機 整個看不到 盪到爆 盪到爆 我覺得全世界 好像破紀錄 七十幾萬人在同時看的樣子 有這麼多人同時看人家飛機在飛 超無聊的 而且為了如果你要順一點看 你可能要花錢 去買會員 還是什麼 他們說上一次的紀錄好像是那個足球 那個 呃不是是Nivali 哦是Nivali嗎 對是 你知道Nivali是誰嗎 我知道 跟大家講一下Nivali就是俄國的那個 異議份子 他那時候原本好像在飛機上離開嘛 啊 然後結果俄國不是做一些手段 又把飛機掉回來 掉回來 所以大家在看那個飛機 我覺得大家就是也蠻閒的齁 就是一個看熱鬧的心態 呀 那那個在微博上大家是討論什麼東西啊 就在講 喔他竟然敢登錄了什麼什麼之類 不過後來微博中間就整個崩掉 等到 崩掉 崩掉是什麼 就是會一直重整 然後沒辦法出現網頁 因為他們要一直在加新的禁止 對啊對啊 一直要禁一直禁一直禁 好辛苦哦 因為那時候奧運就 加班的不只我們 不是奧運也是這樣子啊 奧運的時候就會也會一直崩啊 不過後來等到就是網頁恢復正常以後 跑到熱鬧第二名的是 裴洛西丈夫酒駕被捕後 體內車撤出毒品 然後就有人 就很多人說誰關心這個 什麼 這瓶什麼到第二名 真爛死了 那這時候有人信嗎 不是 而且重點是 我必須要大膽的假設 裴洛西還已經八幾歲了 他為什麼可以踩著高跟鞋 然後下那個軍機的樓梯 然後不會跌倒 然後再來是 他為什麼沒有時差可以一直工作 一直開會 一直開會 而且他的開會是不能睡著 也不能滑手機 其實是要假裝很專心聽一個你不懂語言 然後在那邊等翻譯 就是 會睡著的東西 沒有課藥是做不到的吧 就我覺得他絕對有課安菲他命吧 我覺得不然不合理 美軍不是以前就是給那些月戰的阿兵哥安菲他命 讓他們stay awake 到底要怎麼做到這種行程 不過你都說到那個 那個佩洛西的那個參加會議 你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口譯的事件 口譯嗎 其實今天因為我跟Ken 我們就一直在看我們的街坊影片嘛 所以我都不知道口譯那邊出了一個風波 好就是 大家就開始講說 因為佩洛西他有先接見蔡英文 然後有去 接見 是他接見嗎 接見是個字嗎 是錯的字嗎 應該是蔡英文接見吧 喔是嗎 接見好像是上對一下 反正就是會面 對呀 接見佩洛西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沒有做口譯了吧 不要說凱莉來會做比較好 不需要 我跟你說我已經完全失去這種外交講話的詞令 我已經完全被污染了 好 anyways 我看了那個在總統府的那一段 然後也看了這個立法院 立法院的一個半小時我沒有看完 發生什麼事是大家一直說 對就是立法院那個幫佩洛西翻譯的那位口譯是一個女生嘛 所以大家什麼口譯妹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開始說什麼她很沒禮貌啊 然後插嘴啊 然後還笑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想說什麼東西到底是怎樣 然後我就去看 一開始呢 其實是那個麥克風壞掉 所以那個口譯講話 麥克風完全有聽不清楚在公殺小 所以其實是有人立刻拿一個新的麥克風給他 那因為這個佩洛西他是看向前方對不對 啊口譯是在後面 因為口譯不重要嘛 口譯只是個傳聲筒 所以他以為口譯翻完 他當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想要繼續講 所以口譯就打斷他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個剛剛麥克風壞掉 我要繼續翻譯 我覺得超專業的耶 然後佩洛西當然愣一下 因為他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吧 所以那個翻譯就把這個 他該翻的東西翻完 因為這就是她的工作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我懂我懂 然後大家就開始說什麼 這樣很沒禮貌啊 然後後面他可能 佩洛西開玩笑 他也有笑啊 然後怎麼這樣啊 然後佩洛西整個傻眼啊 或是佩洛西可能講了大概一分鐘左右 翻譯覺得他該翻了 所以他有 佩洛西停了一下 翻譯就是啊 我不好意思 我要翻譯 然後佩洛西覺得OK 這樣 那就是這樣 來吧 這個超級 超級常見好嗎 你知道為什麼 會沒有辦法知道 什麼時候停 什麼時候翻譯嗎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沒有帶稿 因為我們不是中國 你知道我之前放中國翻譯過 我也沒有看過他的稿 他從一到尾都唸稿 所以他們自己帶的翻譯 當然知道什麼時候停 因為他們都已經講好了 你懂嗎 而且他們也不用去想翻譯 因為這就是事先用筆翻 然後又唸了就好 那叫朗讀大賽 不然為什麼中國這麼喜歡辦朗讀大賽 大家好 我真的好生氣 好第二件 所以就是因為是外面請來的專業翻譯 所以他們沒有這種默契 所以有一些這種不小心插到話 這沒有關係 這政治一天到晚都看到 然後難道今天這個翻譯 他覺得我不好意思打斷他 所以我就check it out 然後就沒翻完 我就讓他繼續講 就不會被罵嗎 還是會被罵 所以我覺得外人 根本搞不清楚他們在幹嘛 真的好爽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很專心去想 我要怎麼翻譯 然後我要怎樣做筆記 然後塑記 然後不要忘記 剛剛裴露西講的話 因為翻錯更嚴重嘛 對啊 對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處理其他的狀況 因為你腦袋同時在process兩個語言了 所以你已經就是專心在翻譯 那其他的事情 那個叫做外交的事情 是外交他們人員會去注意的 那不是翻譯該做的事情 那不是翻譯該做的事情 就這樣 肢體會變得像智障 然後就會翻譯 對 因為你太專心了 對 就根本沒有辦法同時做別的事情 對 所以其他的事情 要有其他的那個聯絡官啊 外交官他們去處理這樣 所以就這樣 我覺得你可以覺得他做的不夠好 大家可以就是靠腰一下 但不要講了一副說 天啊丟臉丟到國外 好什麼東西 假醜不可外揚 他們沒有說假醜不可外揚 可是我覺得那個態度就是很像 就是大家覺得天啊 你看我們國家的東西好像不夠好 所以不可以讓外國人之前面丟臉 那一點都不丟臉 那我們不夠好的東西 可多的 可多的咧 你看一看我們機場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假醜不可外揚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覺得很 我不知道這是哪裡來的 可能全世界都有啦 但我就覺得 這好像很中國才會做的事情 Yeah 不要再說 因為他們翻譯很強對不對 他們都自己養的 因為他們不能脫稿 也不能出錯 不然可能會被關進勞改營裡面 所以當然不一樣 好不好 民主國家就是有容錯的空間 對啊 那就是 好 今天的溝通時間呢 是我們自己的Comedy Plus 我們的場地要盛大開幕了 Yeah 所以以後呢 從8月9號開始 每週二呢 晚上9點開始 就有百靈果KK秀的首播趴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跟Kenway坐在那裡 有很大很高級的螢幕 然後拿著麥克風 大家跟大家一起看首播 然後嘴 嘴自己 哈哈哈哈 就有點類似 director's commentary 那結束之後 我們會有QA啊 大家可以留下來跟我們互動啊 然後我們可能會有些小遊戲 或是之後可能會有八角龍之類的 對 之類的都有可能會在那邊發生 所以這great place 大家歡迎來參加 可是大家要怎麼參加呢 好這是我們場地第一次做這麼大規模活動 其實我們有點緊張 很怕爛悶到大家 而且我們又很怕就是太多人來 然後大家在裡面不舒服 或是酒不夠喝什麼的 對之類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比較公平 所以我們決定呢 在禮拜二晚上 好大家看我們的Instagram跟我們的臉書呢 我們就會PO一個文章 然後給大家一個Google表單連結 然後讓大家進去填自己的名字跟資料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抽獎 我覺得這樣最公平 所以請大家趕快去填這個表單 一起來抽獎 我們基本上就是學美國深夜脫口秀的方式 因為我在紐約的時候其實有去抽 但我一個都沒抽中 但我們的中獎機率應該是非常的高 那只要你抽中獎呢 我們會在禮拜五中午的時候抽出來 然後就會寄E-mail給你 然後你要告訴我們你會不會來 你就可以到現場購票 那入場就是200塊付一杯飲料 應該算是很划算吧 可以看到我們耶 我覺得不是這樣說吧 就比電影還便宜 有我自己清選的啤酒 請大家要喝 是一個很chill and relax 的place 大家就是來hang out 好不好 那就是see you guys on Tuesday ok sorry sorry我們拉回來 那所以在微博上面還有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針對 因為中國不是一直恐嚇說什麼 這幾天會有軍演嗎 8月4號到8月7號嘛 然後當然有一般的 一般的中國老百姓是說可能不會發生 那我看到有一個微博粉絲87萬 他比黃志賢還要少 他就有說就是 我認為中國不是講講而已 該會有的那個什麼軍隊演練啊 還是會有之類的 那這個人還蠻多人贊同的 所以就剛剛講了一下 再來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笑的是 就微博上面有很多人在轉發 那一些統促黨的照片 oh my god 對非常多人在轉發 然後就用那個 台北民眾高喊佩洛西滾回去 這個hashtag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人講說 愛國台胞的 愛國台胞年齡越來越大了 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覺得這個在反串欸 這應該在反串吧 因為我看到名字 有點微妙吧 我就不要講出來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應該是反串吧 我看到名字了 這個名字一定是反串 我們也不要說是誰了 對 感覺是在跟我們招手的名字對不對 對對對 那不過我看到也有台灣的明星 今天好像也被燒起來 因為 你知道Hibi 是Hibi嗎 他在吃義大利麵嗎 對他在吃義大利麵 因為佩洛西好像是義大利裔 吃義大利麵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佩洛西是義大利裔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說 感覺在力挺他 對在挺佩洛西 可是吃他不是要把它吃掉嗎 所以你各種解讀都有啊 所以在吃義大利麵這個行為 下面的人就要罵他 說你這個台獨分子台獨夠這樣 所以現在吃義大利麵是乳滑 你要乳滑 所以所以這拉回來 鑽好多層面 就拉回來 大家就說 沒事不要去挑釁中國 誰知道吃義大利麵也在挑釁 誰知道 誰知道 對不對 這真的太蠢了 這真的好好笑喔 很笨啊 很笨啊 這好好笑 天啊 那是不是現在 中國 確定另外一個新聞是 第四名是 多國政府發表聲明 譴責佩洛西串訪台灣 那這些多國政府是 都是一些極權國家 比如那個 俄羅斯 伊朗 敘利亞 巴勒斯坦 尼加拉瓜 古巴 北韓還有杜拜 我聽到北韓就覺得這個名單沒有用 難怪他要把北韓放最後面 如果他把北韓放在最前面 根本沒有人要去管這個名單 你不覺得嗎 反正都在CCTV上面的 oh yeah 好好笑喔 不過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也有看到之前來拍紀錄片的那個 CBS的大帥哥 Adam 好帥 我又看到他我就說 命中注定 而且我一下車走三步路 我就看到他我就 然後他就這樣 凱莉 突然膝蓋一軟 好開心喔 因為Ivy後來有看到他 Ivy也說真的很帥 而且Ivy說真的很帥的臉 你又看到對不對 我懂 我跟他突然connect的 好不容易 花了好幾年 對 我們終於connect了 興趣久遠的兩個女性 突然覺得很親 然後 Adam就開始就跟我們聊天 問問我們的看法 對現在Pelosi來 還有大家在這邊 有什麼看法怎麼樣的 那我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我們就聊到說 對啊那邊有一堆同促黨 他們就是Super Pro China之類的 然後台灣人都覺得他們 真的有點煩 那大部分年輕人都覺得說 Yeah go back to China 這種感覺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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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錯吧 然後他整個傻眼都說 然後他傻眼說 Oh you know how bad that sounds right 因為在美國 如果你叫人家說 Go back to country 基本上你就是一個 白人之音 白人主義的人 Right 那加上百靈果的手勢 又是 又跟白人主義真的有點像 一點點像 一點點像 不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樣 我們的手 手都要閉起來 我們手是合起來的 但有些人會不小心把腳打開 把手打開 那就變成壞 power 大家要注意 對手機的黏起來 手要黏起來 不要打開 然後他就在那邊跟我整個就開始流汗 Oh no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我們其實就開始 其實這就是一種 台灣的liberal跟美國liberal 有很多不一樣的背景 就蠻有趣的 我們就一直很想跟外國人解釋 對我們想要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的liberal支持的價值跟你們很像 可是我們遇到中國議題的時候 我們某些價值是踩得比較硬 這樣子的 Yep 然後我們後來就到 我們就是在原本這個 有統促黨這邊拍得很開心 那裡警察比較多 我覺得那裡好像沒有那麼好玩 然後我們就看到對面的軍樂 看起來好像很開心 很多路人在那邊 很多路人 東張西望 我想說 還是我們去對面 我原本以為不能去 我以為過不去 因為我以為馬路是封起來 還是什麼的 就根本沒有欸 對就so free so free 還可以打開 我原本以為要是要假裝 進去check in 那個軍樂才能走 沒有欸 就可以大家 對ivy就直接退門進去 她要進去上廁所 沒有ivy 我看到她在沙發上滑手機 沙發上只有她一個人欸 那一張 好結果後來呢 我們大家都在門口等 然後旁邊又一堆媒體架攝影機 我們就覺得這裡就是對的了 對 媒體一定有內線消息 應該就是這邊了 結果就是錯了 好 因為我找不到外媒 都是台媒在那邊 對 是幼兒 是幼兒 後來他們沒有走那個大馬路 說的也是 他們就旁邊那個停車場就進去了 就直接進去了 就進去了 然後我們就站在那 但我們站在那裡 也不算什麼都沒等到 因為聽說各家電視台直播上 都看到我們揮手 還有比那個百靈果B的手勢 我看到有人截圖 美國的PBS也有 也是我們 因為他們應該是借台灣這邊媒體的那個訊 對啊 我看到有人跟我說日本的 NHK也有 好像是NHK 但因為太多訊息 如果有的話 大家就是截這些給我們 對對拜託給我們 因為我們覺得 滿值得紀念的 好好笑 然後有人就說有一個 那個連線的時候 那個記者在棚內 可能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很誇張 然後我又在那邊一直跳 像是小雜貨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這樣 然後那個媒體說 這個好像是網紅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抱歉 我們不是要造成任何問題 真的覺得很好笑 Sorry 結果後來呢 其實Pelosi他們就從地下室進去 然後進去以後 我覺得那個軍院他們也很有經驗 他們就突然把所有的門都關起來 對對對 不准外面的人進去 對對對對 所以怕就是有一些推擠嘛 反正就不准大家進去 然後Evy就被關在裡面 對對對 可是他車子一進去的時候 你有發現就是一堆人 往那個車道那邊衝嗎 可是我覺得媒體一定得衝 他們要畫面啊 可是不只媒體啊 就一堆民眾也往那邊衝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 那超好笑 欸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可能都覺得 都等這麼久了 剛好不衝一下 反正來都來 應該不會讓你進去 要停車場吧 人走下去停車場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kind of funny 想要就是擠滿一萬步 你昨天應該要走到吧 對我應該 我昨天有一萬步 我昨天有一萬步 然後我們就門突然關起來後 我就發現裡面有一個我的朋友 嗯嗯 他是我之前合作一個很專業的這個 他是企劃啦 他就在裡面一直跟我招手 然後我想說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你要帶我進去嗎 結果後來走出來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今天訂飯店 就是訂在Juneer 他在這裡住一晚 所以他原本以為 我們需要的話 他可以帶我們進去 哦 我想說你就是帶女生回房間 意思 我說oh shit 沒有 可是他真的很聰明耶 對 我就說你為什麼住這裡 他說沒有啊 今天不是就有消息說 會嚇他這個HAYA了嗎 所以我就直接訂 我說萬一他沒來 他說沒來就沒關係啊 就住一晚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我就覺得好丟臉喔 我們腦袋套了在幹嘛 對啊 蛇你不覺得這超聰明的嗎 反正不管怎麼樣就住一晚了 對不對 對啊 我客家耶 你要問我嗎 可是我們這樣是有素材 因為他就說你看 人生難得有機會 可以跟美國的國會議長 一起同住在 可以他上 可以Pelosi在他上面 他說可能是他在上面 我就說他應該在上面 對 他在樓層就會迷稿 對 but it's really cool 對啊我就覺得 天啊他好有趣好聰明 好聰明 然後我覺得他有點得意這樣 後來我們在外面 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其實那個國安 應該是國安單位 就是 那個看起來就像是 對 不是一般警察 一看背心就知道 對 國安單位就有來跟大家說 喔他已經進房 他不會下來了 大家可以回家休息了 就覺得好有人味喔 對啊 You're so nice 因為他們一定很累 然後還這麼親切 尤其我們剛從美國回來 就是會覺得說 哇台灣的 law enforcement 真的好nice 真的 他們真的 他們最兇就是 不要靠近馬路 對 我一整天聽到最兇就是這個 對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蠻靠近馬路的 對 那他就叫我進來 我就ok ok ok 就這樣欸 有夠 They're so nice 警察也是他們 就是站在中間 然後我們在等統促黨發言人 我們想要採訪的時候 他們想要親中間的雜人 對 所以他們在親的時候就說欸 不好意思我們在等他 我們想要採訪他 他說喔好好好 那等一下採訪完 你再到旁邊去 就so nice 超有禮貌 我想說wow wow yeah it was really cool yeah很開心 我覺得好開心 昨天有去喔 對啊 好險沒有去什麼 朋友家頂樓看飛機 因為我看到一堆照片 就是其實你也看不清楚 而且說不定我還認錯台 哈哈哈 but yeah我覺得 可以有這種大新聞在 我們backyard發生還是蠻酷的 然後be part of the story 而且想辦法把我們自己的觀點 用英文的方式闡述出去 對啊不然 希望讓更多外國人 看到台灣人在想什麼 對啊不然大家就覺得 只有統促黨的聲音 然後有這麼多外媒 在訪問白狼 我真的是覺得好不爽喔 對啊 原本沒有很care他到底有沒有來 突然都變得好像有點care 對不對 對 so 好啦那這禮拜就這樣子囉 就這樣囉 掰掰